贸易战中南海大招来了无奈美国不买账,不够停战,北京废止制造2025文件信用太差美国不买账,华为副总裁孟晚舟被抓似乎没有影响缓和中美贸易战的趋势,近期中共不但要削减汽车关税,买美国大豆,更是废止了中国制造2025文件,不过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强调,中共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 结束贸易不公平做法,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则表示废弃2025文件,并不代表已放弃该计划时事评论人士恒河分析,中共从来就没有一个好的兑现承诺的记录。 即使中美能够达成协议某种程度的贸易战,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会继续。 纳瓦罗不仅仅是市场准入,中国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 和美国之音报道,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周四淡化了中共发出的积极信号,称,中共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 结束贸易不公平做法,纳瓦罗,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贸易谈判并不仅仅包括市场准入中共还需解决结构性问题,包括知识产权盗窃。 他说中国有间谍活动和国家指导下的投资,如果我们失去技术基础,我们将国之部国。 彭博社报道,11日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称,中共政府未来几天将审议削减美国汽车关税的计划将现行对美国汽车的40%的关税调降至15%纳瓦罗,表示中共发出的积极,姿态包括恢复购买大豆。 核报道称,中共放弃中国制造2025计划,都不应该转移人们,对正在进行中的闭门谈判的注意力。 美商务部长,中共不提中国制造2025,不意为放弃中共国务院本星期发布的有关产业升级和技术改造的通知中,中国制造2025,这一曾被认为是中国顶级产业发展战略的计划,已不再被提及。 这是中共政府似乎十分慎言这一敏感提法的最新迹象,中共国务院办公厅12月时发布通知,不但没有出现有关中国制造2025的字眼,还在通知的最后称,自新通知一发之日起停止执行国办发201682号文件。 而被废止的这份文件是在2016年颁发期中趁政府将对中国制造2025程式,智能制造和服务型制造等试点示范方面,予以优先支持。 并在工业转型升级,中国制造2025,资金安排中对符合知识条件的予以倾斜。 美国之音13日引述美国商业新闻电视台CNBC报导指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表示,北京不再强调中国制造2025,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它。 罗斯还对美国商业新闻电视台说,美国并不反对中国的科技进步,但是我们反对利用不合理的手段,诸如盗窃商业机密,强迫技术转让等等,取得领先优势。 他表示,只要是公平,竞争我们完全乐意跟他们一争高下。 华尔街日报星期三的报道说,中共的高层计划部门和资讯政策顾问,正在起草一个新的产业政策。 取代现有的中国制造2025经济研究机构凯头宏观。 在新加坡的中国经济分析师诸,利安·埃文斯·普里查德说,这样的改变难以消除美国的疑虑。 尤其是中共以往在信守承诺方面的记录并不好习近平政府对经济的重手干预,以及对国有企业的强力扶持,导致造成不公平的竞争环境。 但是埃文斯·普里查德认为,这些方面改变的可能性不大。 他说,如果在这些方面的改革发生重大转向,那会让我感到惊讶我们看到的趋势,是习近平在加强党对经济的干预。 我不认为短期内这方面会有大的转变纽约时报。 星期三的一篇分析报道认为,在华为高管孟晚舟被捕仪式上,北京要平息国内在这件事上的怒气,因而将舆论抨击导向,对加拿大同时控制反美情绪。 爆发华尔街日报报道还提到,类似进一步削减关税那样的举措,会让习近平推出更趋于市场化的措施的同时,不会看起来是在向美国低头恒河。 中共承诺不能相信12月6日时事,评论人士恒河在希望之声专栏节目中表示,中共从来就没有一个好的兑现承诺的记录。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在国内1945年的时候中共承诺要建成一,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而且是美式的民主自由。 在国际上,中共其实很少做大的承诺,就是现在人们最关注的,就是中共加入世贸时候的承诺。 你不能说一项都没有兑现,因为起码我们知道双休日是兑现了,但是可以说重大的承诺几乎没有兑现的恒河指出,这次所谓的重大让步,当然还没有正式让还真的都是在当时加入WTO的时候已经做过的承诺。 像最近,2015年的时候承诺,对美国两个承诺,一个是不把南海军事化,还有一个不用网络骇客,攻击美国的企业这两个都没有兑现。 所以,外面的担心是有足够的道理,但如果现在盲目的乐观,肯定是没有理由的。 对中共的承诺不能随便相信西方有一句话,如果你骗我一次的话那是你的错,但是如果你骗我两次的话, 那是我的错,就是谁让你再上当当然,如果最后能够达成某种协议的话它不可能实权实美的,也绝对不可能一下子达到美国的全部要求,不可能几十年的问题90天就能解决,但是至少美国不会任由中共来摆布了这一点,也是肯定的。 另外有一些项目是可以随时监控,的就是你有没有兑现,还有一些项目是可以验证的这个,我觉得是美国方面要去注意的恒河还说,它始终对达成协议,抱一个怀疑态度,即使能够达成协议,某种程度的贸易战或者是起伏会成一个常态,至少在相当成的一段时间之内。 阿波罗网零一综合报道